我是台大医院台大阿姨分院的郭敏哲医师 很高兴接受Defeat MSA的邀请 在2021年的年会跟大家与这样的方式在线上相见 这次的讲题主要是针对多重系统退化症的诊断 治疗以及研究发展 跟华语地区的朋友们做分享 依照惯例本人没有任何需要揭露的利益回避 这次的演讲大致分为五个方向 会介绍多重系统退化症 也就是Multiple-Systems Petrophy 简称MSA的临床症状 病例变化 以及现阶段可行的治疗方式 再来是大家关心的临床研究 以及后续的未来展望 巴金森症其实是一种65岁以上常见的运动障碍疾病 但是造成巴金森症的症状像是手抖 僵硬或是不太不稳 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 像是中风所造成的磁发性巴金森症 或是非常少数的遗传性神经疾病 其中另外最后一大群呢 就是所谓的非典型巴金森症后群 包括右边四种疾病 我们的MSA就属于其中一种 有关其他三种的非典型巴金森症 加上MSA的资讯 可以在我过去2019年 刊登在台湾巴金森之友协会 YouTube频道上的推广教育讲座的介绍 今天的演讲将会着重在MSA本身 MSA的胜群率的话 大约在每10万人的3到4人当中 在欧美地区可能有大概10万人里面 0.6人左右 但在日本地区 有可能高达每10万人当中有8到9人 虽然说台湾罕见疾病的定义 是每10万人小于1人以下 那这个疾病在台湾目前还不是法定的罕见疾病 就如同MSA这个疾病名称的所述 疾病会影响到各个器官 因此症状多变 导致在1970年代之前 我们发现的上述疾病 后来都发现原来脑部的变化 都是所谓的MSA 疾病的发病年龄也蛮有大的差别 最小的可到31岁 最年长的可到78岁 因此科学家认为 MSA发病年龄大会是在30岁以上 MSA叫做非典型八经生症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不是只有八经生症 这种手抖 僵硬或是不太不稳的症状 同时它对八经生症非常有效的 躲躲胺药物治疗呢 反应也不佳 除了八经生症后群之外 它还会有以下两种系统受影响 包括小脑攻击失调 以及自主神经失调等症状 首先跟八经生症不同的是 MSA的这个八经生症状 多为双侧肢体僵硬 对于主动不安药物的反应也比较差 同时病患可能合并 颈部肌肉张力异常 导致呼吸异常等等的困难的现象 第二个部分影响到自主神经系统 病患可能会有姿态性低血压 在躺坐或站姿势变换之时 因为血压变化超过了30-15毫米公柱 因此会有昏厥的现象发生 同时排尿也是由自律神经系统所掌管 病患可能发生排尿不顺 导致尿域滞留在膀胱内 也会有比较高的几率产生尿路感染 男性病患也可能发生成千勃起的障碍 最后小脑攻击失调的部分 会造成病人有如气额一般的走路 或是喝醉酒一般不太变宽 同时对于眼球或手指动作 这种精细动作 也会发生控制困难的现象 在讲话的部分也会变得比较声调带板 以下所听到的就是小脑攻击失调的scanning speech 病患的声调发音声调比较呆板 中间所述的这个照片是病人可能会抱怨 周边省血管失调控制失调 导致的coffee脚步冰冷 那左边这张图片也就是颈部肌肉僵硬异常的时候 会产生的这种特殊的姿势 导致吞咽或呼吸困难 根据msa一开始最主要的症状 可以分为两种亚型 以半性生症状为主的msap 或是小脑症状为主的msac 在脑部 它影响的区域可能有些许不同 但到最后 百分之50到75%的患者 都可能从一开始的某一型 合并出现另外一型的症状 因此固定的最终是不可少的 根据2008年的诊断指引 若要确诊这个人真的是msa的话 需要取得脑部病理染色 看到特殊的阿发型尤克人蛋白过度累积 这样的定理变化之后 才能诊断为definite msa 但若无法取得脑部检体 那我们根据临床诊断上 若病人有明确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比如血压变化 以及尿滞流等等 那可以诊断为probable msa 若自主神经功能不明确 那可能就诊断为possible msa msa与pd的最大脑部病理变化的差异在于 pd的这个脑部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阿发型尤克人蛋白 是沉积在神经元细胞 形成路易式体 路易Budies 但在msa的患者 阿发型尤克人却是沉积在寡凸胶细胞 Oligodendrocyte 形成胶质细胞质成绩物 简称GCI 这两种细胞的差异在哪里 寡图胶细胞其实是形成 我们包覆沉积元常常触手的水壳 那水壳呢 其实就像电线上的绝颜体 它也可以帮助神经传导更快速 也可以供应这个神经触手所需要的养分 如果一旦形成阿发型尤克人蛋白过度成绩 那学校可能就会导致死亡 那学校的退化死亡呢 也可能间接导致神经元宿所的死亡 这就是msa特殊的脑部病理变化 由于脑部病理变化取得不一 因此临床医师的话 大概只能根据一些诊断工具 来帮助我们的临床诊断 常用的像是脑部的核磁共振MRI 会出现以下两者这种特殊的表现 这都是脑部退化过度的时候产生的现象 像是左侧的十字面包 以及右侧在butamin尾状和边缘出现的butamino rimsai 很可惜的是 这些影像的特征呢 敏感度只有五到七成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出现这张特征 并不能排除病患人士msa的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用多巴胺正子摄影 就是trudate来判断这个脑部是否有多巴胺分泌退化的现象 可惜的是 若是典型的巴金胜症 通常退化是以不对称的方式进行 但在多重系统退化症 或是其他的非典型巴金胜症上面 退化可能是很早期的时候就会对称性的下降 也就是说 重点在于trudate这个胜值摄影 没有办法来区分PD和msa 而是用来区分典型的巴金胜症 和非典型的巴金胜症候群 除了上述两种仪器之外 我们也会发现 有少数的患者 丁床上诊断非常像是msa 但却有一到三percent人 却仍可以发现是其他的基因遗传所造成的 虽然说 目前学界上针对msa人士普遍认为 它是一个非基因遗传所造成的疾病 找不到任何一个明确的致病基因 但是 要诊断病患是属于msa 完整的基因检测 也是不可或缺的 但基因检测所费不资 因此是否要进行更深入的基因检查 能要跟临床医师进行后续谈讨 现阶段的治疗 大概是以三种方式进行 针对巴金胜症状的话 我们仍可尝试佐渡巴胺药物 但剂量可能会调得比较高 若是有明显的肌肉张力异常 那可考虑肉毒感菌注射来做缓解 以避免后续的吞咽和呼吸困难 如果是自主神经失调 那有明确的这个姿态型肌血压的话 临床医师会用上深压药物 或是建议病人使用弹心袜 或束缚带等方式辅助 若出现尿医治疗的现象呢 会建议让病人自主学习导尿 在每天睡前进行导尿 以避免后续可能的尿入感染 第三部分小脑共济失调的治疗的话 则以非药物治疗为主 会建议规律的平衡及不胎附件 以及物理治疗 以上手列的药物呢 可以尝试 但其实我们缺乏有效改善 小脑失调的一些药物 病患还是整体以复健为主 药物治疗为辅 刚刚提到的几种 针对小脑症状的药物 以下列出几种 这些的药物的基转呢 都如投影片所示 但我们也可以发现 这些药物呢 缺乏大型的临床试验 来证实它的药效 同时呢 就算有试验 也可能只是针对 其他的小脑退化的疾病 而不是粘存针对MAC的患者 因此呢 上述的药物可以尝试 但反应普遍不佳 总结MAC的治疗 要做到轻腹剑 避免感染 把吞咽 呼吸 以及排尿 鼓得好 虽然医疗有其极限 但是给了药物之后 仍可能改善 这个部分的症状 我们知道 非典型发心声 退化的速度 比典型的症状来得更快 但是每个人的表现 都是不一样的 若能做到刚刚所说的 轻腹剑少感染 等等口诀 我相信 日后的未来 未来治疗呢 是有可期待的 那我们也透过 台湾巴金城之友协会 以及Defeated MAC Alliance 希望能将 国内外的 病友资源呢 结合 提供病友们 更好的照顾 接下来进展到 MAC的临床研究 会分成以下四点 来做讨论 第一部分是 我们发现 有一些过去 报道过的 可能的致病基因 大约有六种 以及四种环境的 暴露风险 像是抽烟 饮酒 饮用菌水 和沙虫菌 暴露等等 这些呢 可能产生的 基因和环境 交互作用 导致了MAC 主要的 构想来源 是因为MAC 目前仍未有一个 明确的 致病基因 因此 基因和环境之间的 交互作用 导致MAC 是否有可能呢 台大医院 与台北荣种合作之后 收入了 200位的MAC患者 与100多位的 健康成员人 研究发现 在多变相 交互作用方面呢 最强的五种 交互作用方面 有四种是这个 基因和抽烟 基因和 减少环境暴露 或酒精暴露 或精髓暴露 可以减少MAC的风险 这样的成果呢 正在投稿当中 希望日后可以 尽快发表 同时呢 临床诊断 这方面也有所极限 临床诊断与脑部病理诊断 常常落差蛮大 因此我们希望靠一个 比较客观的脑部技术 影像MRI 来侦测MAC患者里面的 灰白质特征 希望能与PD 还有其他曾经退化疾病 做早期鉴别 我们收入了三种的患者 三组人马 第一组是PD的患者 第二组是MAC患者 第三组的话 是健康的受试者 针对脑部灰质和白质的区域 做特殊的脑部运算 之后可以得到 白质和灰质 各计算出的脑部年龄 减穿脑磷 我们预期脑磷越高的人 得到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 也会越大 脑部年龄 与实际身体年龄的差值 也许可以看出 这个人是得到风险 神经退化的风险为何 初步研究显示 红色圈圈表示的MAC患者 不管是在灰质与白质的脑磷上 都比巴金深圳 以及健康成年人来得高 这样的结果显示 MAC患者可能脑部退化较快 也符合MAC患者在病程进展上 比PD来得更快的 这样的现象 同时 我们在把灰白质当中 MAC与PD差异最大的 这几个区域挑选出来 发现 藉由这几个区域 我们可以达到 80%以上的精确度 来区分MAC与PD患者 这样的结果呢 也正在整理发表中 希望后续 我们能做的这个长期追踪 能验证我们的初步结果 另外我们知道 MAC目前也没有发现 一个明确的致病基因 因此有一些微型的RNA 它在体内也有 具有调控基因DNA 以及蛋白质Protein的功能 我们的疑问就是 血浆中的这些MicroRNA 是否能鉴别诊断MAC患者 以及健康受试者呢 台大医院与台湾大学合作 检测了大概50位的MAC患者 与40位健康成年人 发现从2000多种血浆中的 MicroRNA当中 我们可以挑选出 4到10条的MicroRNA 具有高度的鉴别力 这样的结果 也正在准备投稿之中 未来希望可以作为检验主套 协助临床医师做鉴别诊断 提供更客观的数据 大家最关心的 小脑失调症状的新药开发 小脑的研究 大脑来说相对稀少 同时小脑功能迁徙到 众多的不同种类的细胞 不同种类的受体 因此 针对小脑症状的药物 开发难度颇高 但我们发现 刺激MDA受体 是其中一种选择 而受体分布的主要位置 在小脑四层当中 主要是在这一层当中 同时呢 台湾大学与台大医院 也启动了临床试验 希望藉由这个MDA受体的 调控调节器 这个药物 能改善小脑症状 目前的结果 正在等待解盲 希望日后 能尽快跟大家分享 是大家最关心的 未来展望 以及新药发展等等 分成下面三大类 来做分享 第一类是非药物的研究 我们知道 不管有没有使用药物 复健以及物理治疗 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更精进的 不太训练仪器 或是使用了 电场或磁场 来刺激脑部区域的仪器 过去的研究 统合性显示 都可能针对 小脑的失调功能 有所改善 我们也很期待 这些新的仪器 能使用在 MSA的患者身上 确定它的疗效 而国际上也有许多 大型的临床试验 正在进行当中 以上是参考 DefeatedMSA Alliance 的官方网站 所列出的 目前进行中的 Phase 1或Phase 2 第一期第二期的 临床试验 解入一些重点 在右侧框框当中 主要是针对 我们脑中的 这个Alpha-Synikrin蛋白 可以抑制它的聚集 和生成 我们也很期待 这些临床试验 有照一日能 引进到 华语地区的朋友们 来为大家 这个参与试验的 争取参与试验的机会 最后呢 由于MSA是一个 比较罕见的疾病 因此常常与 典型的巴金生症混淆 病患可能对于 自己的症状 也不是很了解 为什么自己 退化得如此快速 我们希望 藉由大众卫教 像是 感谢中央广播电台的介绍 能让大众 能更认识这个MSA 多重系统 退化症这个疾病 藉由这样的方式 我们才能让 更多人知道说 或是更多的 病患家属 以及医师 科学家们 证实到这个疾病 也有助于后续的研究 以及药物治疗开发 有关这个报导 可以参考 左侧的连结 同时 由于新药开发 非常需要脑部检体 来协助 因此呢 台湾神经罕见疾病学会 与 台湾脑库协会 也非常推动 这个 台湾脑库的建立 也就是台湾脑组织 资源联盟 希望可以仿效 台湾眼库 全正严脚脖的 这样的流程 来进行 这个台湾脑库的建立 和推广 藉由取得脑部组织 我们也可以 可以仿效 像是以前的 失智症 或是 筋动人方面 可以侦测脑部组织 所缺乏的 这些物质 来找到更多的 研究的奇迹 以及找到 后续的 治疗药物 最后的结语 分成以下四点 MSA的诊断 就我来看 需要搭配 结构及功能噪音 像是MRI 或者是Trodei 正直摄影 以及搭配 多种基因检测 才能排除 其他的疾病 更精准地鉴别 MSA 与PD 或是与其他的 非典型巴金生症 或是基因遗传 造成的 小脑退化症 第二诊 在药物处理方面 多巴胺药物 仍能部分改善吞咽 对于血压不稳的话 要非常谨慎处理 病床上 我们可以发现 病患躺着的血压 可能可以高达 180毫米宫柱 但一站起来 血压就掉到80 发生很严重的 晕眩或甚至昏倒的现象 昏倒可能造成 手部的骨折 或是脑部的出血 因此不可不慎 对于小脑症状 除了可以尝试 复健 以及物理治疗之外 以及少数的 非药物治疗 是我们后续 可以期待的新的疗法 第三和第四部分的话 则是跟病友 以及社会支持有关 MSA长期 是属于少数 因此 期待日后可以建立 MSA病友的支持团体 以及协会 替MSA病友们争取 国内病患 与家属的 喊病权益 最后我们也可以期待 建立全国 MSA病患的登陆系统 以及脑库资源网 基于这样的系统 我们才更有机会 争取到国际新药的 临床试验 在我们这边举行 同时也更可以 促进未来新药的研发 与试验 最后我们要感谢 台湾大学的 还有台大医院 以及台北荣总的 各位医师 以及科学家 以及合作的伙伴 我是台大医院 台大癌医分医院的 郭敏哲医师 如果您针对MSA 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来信 与我联络 我会很高兴地 帮您解答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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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